十七,《蘋果日報》,衰退下大陣仗不屈於西方 2015年5月10日國際要問 A.20,策局,俄羅斯在經濟衰退之制搞大閱兵, 難免被質疑勞民傷財, 但分析指俄羅斯因烏克蘭危機受到西方經濟制裁。 外交官納,此時更應搞大二戰勝利日閱兵, 以事不屈於西方壓力,蘇俄在意戰略死了2600萬人, 比起美、英、發者三個民軍主要國家死亡人數加起來還未到200萬, 慘重得多,就將抗日戰爭對於中共那樣, 蘇俄政權以紀念幫徐蔡君 V.鼓動愛國主義和維持應受性, 逢五逢十年份都大搞慶祝, 中國國防大學教授李利表示, 俄羅斯在大閱兵毫無保留地展示新武器, 包括新型戰略導彈, 對內向民眾展示近年軍隊現代化改革成果, 吸國民一種強烈的自信, 對外則發出俄軍實力不可輕視的信息, 向美國和北約表明他們有實力應對家門口的壓力, 俄羅斯七成人在意戰失去家屬, 不少民眾抗拒過度政治解讀勝利日慶祝, 認為失去紀念戰爭犧牲者的原意。 一名教師說,為什麼要圈掩世界領袖是否出席, 他們還是想想如何多謝自己的老兵好聊? 眾生社英國獨立報美國紐約時報。 會不會任何?